出道以来,整容传闻不断的baby,最近因不堪多起被整容官司的困扰 终于在律师和公证员的陪同下,亲赴整形外科医院接受了一系列面部检查及鉴定 报告结果显示,面部没刀口,没整容 于是,意外捕获了一组baby最新呆萌表情包 baby婚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法律武器,勇敢为自己维权 不少网友对此举表示支持和力挺,但也有声音质疑,这么做真的有必要吗 说你整容又不会掉块肉,何必这么较真儿,为何突然就和网友较真儿起来 莫非是婚后遗传了教主的较真劲吗 其实小编觉得,黄晓明和baby的较真儿其实是源于做啥都认真 能做百分百的自己,就不止不予99分的努力 有的艺人不问舆论是非,有的艺人凡事都立正清白,本就没有对错之分 下面小编就带着大家,感受一下黄晓明和baby这对较真夫妇,非一般的较真日常 就拿昨天去做整容鉴定来说,在照过CT拍了面部骨骼后 baby还主动向医院院长,要求检查额头,鼻子,下巴,颧骨,苹果肌与耳朵等地方 在跑男里,虽然是兄弟团唯一的一位女生,但没有baby玩不成的任务 明明可以靠脸安静地当个女神,却弄得自己满身伤 虽然身形娇小,但撕明牌从来不手软 就算遇到同门姐妹,也照样十分较真,凡事都要拼出个输赢 再来说说我们教主的较真日常 你们质疑她身高,她上节目拖鞋给你看 你们说她不够曼,她宣传电影干一瓶啤酒给你们看 你们说她偶像派,她就演了一系列零颜值的角色 你们说她眨眼计,她就偏接一些不讨喜的角色来磨利自己 对于自己的不实新闻,教主也表现得非常格外较真 绝不让有心人玷污自己的名声 为了减肥,她十几年来午餐只吃菜叶子 为了摆脱闹胎套的阴影,她月花四万元,请私调恶不应语 一学就是两年,对于工作,黄晓明更是疯起来,连自己都怕 拍戏经常受伤的她,把自己摔成了骨科专家 受伤之后,更是宁愿主管坐轮椅,也不耽误剧组,媒体,片方的任何工作安排 从被质疑不是演技派,到拿过金金影帝殊容 底气十足告诉所有人,我是一个演员 黄晓明用了三年时间,较真到这种程度,你们还好意思嘲笑人家 宜文素地整理报道 出道以来,整容传闻不断的卑鄙 最近因不堪多起被整容官司的困扰 终于在律师和公证员的陪同下 亲赴整形外科医院接受了一系列面部检查及鉴定 报告结果显示,面部没刀口,没整容 于是,意外捕获了一组baby最新呆萌表情包 baby婚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法律武器,勇敢为自己维权 不少网友对此举,表示支持和力挺 但也有声音质疑,这么做真的有必要吗? 说你整容又不会掉块肉,何必这么较真儿? 为何突然就和网友较真儿起来? 莫非是婚后遗传了教主的较真劲吗? 其实小编觉得,黄晓明和baby的较真儿其实是源于做啥都认真 能做百分百的自己,就不止不予99分的努力 有的艺人不问舆论是非,有的艺人凡事都立正清白,本就没有对错之分 下面小编就带着大家,感受一下黄晓明和baby这对较真夫妇,非一般的较真日常 就拿昨天去做整容鉴定来说,在照顾CT拍了面部骨骼后,baby还主动向医院院长要求检查额头、鼻子、下巴、颧骨、苹果肌与耳朵等地方 在跑男里,虽然是兄弟团唯一的一位女生,但没有baby玩不成的任务 明明可以靠脸安静地当个女神,却弄得自己满身伤 虽然身形娇小,但四名牌从来不手软 就算遇到同门姐妹,也照样十分较真,凡事都要拼出个输赢 再来说说我们教主的较真日常 你们质疑她身高,她上节目脱鞋给你看 你们说她不够曼,她宣传电影干一瓶啤酒给你们看 你们说她偶像派,她就演了一系列零演职的角色 你们说她眨演技,她就偏接一些不讨喜的角色来磨砺自己 对于自己的不实新闻,教主也表现得非常格外较真 绝不让有心人玷污自己的名声 为了减肥,她十几年来午餐只吃菜叶子 为了摆脱闹胎套的阴影,她月花四万元,请私调恶不英语 一学就是两年,对于工作,黄晓明更是疯起来,连自己都怕 拍戏经常受伤的她,把自己摔成了舞科专家 受伤之后,更是宁愿主管坐轮椅 也不耽误剧组,媒体,片方的任何工作安排 从被质疑不是演技派,到拿过荆棘影帝树容 底气十足告诉所有人,我是一个演员 黄晓明用了三年时间较真到这种程度 你们还好意思嘲笑人家 宜文素地整理报道